一个傻子竟继承了百亿家产 家族成员都愤愤不拼 有人说他是真傻 有人说他是装的 奶奶才不管他真傻假傻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而这一切只因他是捡来的孩子 一想到要演一个智障 还要被各种虐待 明星直接丢掉了手里的剧本 直呼演不了 演不了 而这部戏却是经纪人老张特地为他挑选的 但明星呢 却拉着老张去选钻戒 说要结婚的时候带 他还问老张好不好看 但老张却心事重重 答非所问 原来他为明星精挑细选的剧本被电视台pass掉了 而明星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剧本不接呢 原因有二 其一就是导演和编剧 在他之前先找了另一个当风明星江慧珍 而没有第一时间找他出演 台面上过不去 其二就是他和编剧不对 而老张和编剧又是旧相互 每当老张维护编剧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莫名恼火 为此他不只和老张吵过一次 但这一切都是老东家设计好的 原来明星在改脱老东家的控制之后 便把自己牵给了落魄的老张 而老东家为了报复他们 直接注资三百亿要搞个大制作 来和老张选的剧打内台 而电视台一看这阵仗 直接把老张选的这个剧本给pass掉 他就是要让明星身败名裂 但当明星从老张的口中得知 他和编剧的关系 以他的单恋而告终的时候 竟约了编剧去喝大酒 这让一旁的导演和老张显得一脸懵逼 两个曾经视如水火的女人 竟好得跟亲姐妹一样 而明星也以导演之前救过自己为由 答应接拍这部戏 有了他这个顶流的加入 电视台自然也不好都说什么 毕竟谁会跟收视率过不去呢 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老东家这 他见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这直接气的明星要捶他